国民健康署统计2017年女性十大死因 慢性病就占了其中的七项 提醒中年女性腰围如果超过了八十公分 换算大约是三十二寸 就是腰围过粗 要注意代谢症候群以及慢性病的风险大增 随着年纪变大步入中年 食量没有改变 但是体重却越来越没办法控制吗 国民健康署就说 这是因为新陈代谢的速度变慢 如果没有足够运动 脂肪就会堆积起来 根据统计2017年女性十大死因 慢性病就占了七项 体重过重 腰围过粗 就会提高三高的风险 根据一百零三年到一百零六年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 发现四十岁到六十四岁的女性当中 约有百分之五十六腰围过粗 也就是腰围大于八十公分 有将近百分之二十五体重过重 也就是BMI介于二十四到二十七之间 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更加是达到肥胖 BMI大于二十七 另外在这个阶段年龄的女性 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四 有高血压问题 当脂肪分布在区块的话 就可能造成一些健康危害 他主要的问题 是会造成胰岛素的主抗性增加 那胰岛素主抗性一旦增加以后 血压血糖血脂肪就跟着变动 学会提醒男性腰围超过九十公分 换算大约三十五寸 女性腰围超过八十公分 大约三十二寸就要控制 因为腰围过粗 可能会让代谢症候群 及慢性病的风险大增 维持健康 国健署也提醒要定期量血压 健康吃尽量低油低糖低盐 养成每天两次运动 每次运动至少十五分钟 记者欧云荣朋友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确认 旧兰 转发生